你好各位來做飯的美食家們 非常榮幸的就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Sissi 炒雜蒜是一道非常著名的美食中餐 它沒有一個固定的食譜 那是因為它是一道 你冰箱里还剩什么就一起都拿来做的菜肴 那大家的冰箱里还剩什么呢 好的 赶快跟我一起动手做炒杂碎 首先我们将鸡肉切成片 在个大碗里我们放入鸡肉和腌料 里面有酱油 白胡椒 蛋白 玉米粉浆 也就是一茶匙的玉米淀粉和一汤匙的水 将鸡肉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将胡萝卜切成薄片 芦笋去头之后切成一英寸半的段 甜黄椒切成条 雪豆去头还有中间的那条线 香菇切片 蒜切末 我们现在来做姜汁 放入酱油 蚝油 绍兴酒 白胡椒 芝麻油 玉米淀粉浆 也就是一茶匙的玉米淀粉和一汤匙的水 在一个炒锅里面使用大火给它热到冒烟 再加入清淡橄榄油 放入鸡肉 然后先让它煎个三十秒钟 再给它炒到熟 大概是三分钟的时间 拿出来之后先放旁边 在同一个锅中加热 放入清淡橄榄油 再放入胡萝卜 芦笋 甜椒 翻炒三十秒钟 再加入雪豆 蘑菇 和蒜 炒到芳香 三十秒 最后放入鸡肉 豆芽 还有姜汁 再给它炒一下 今天吃的这道炒杂碎呢 我才想要说的是 我以前怎么万万没有想过这道菜呢 非常的好吃 十分的清爽 而且最棒的就是你冰箱里面有什么 拿来一切一炒 就变成了炒杂碎 而且我完全可以吃到它的锅气 嗯 太香了 太美味了 我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你觉得它怎么样呢 你会尝试吗 还是你觉得 嗯 算了吧 请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周见 拜拜